前后任总统马英九跟蔡英文 今天上午在台北宾馆来会面 在闭门会议当中针对了年金 外交和能力政策等逐一来讨论 而敏感的南海问题 蔡英文除了主动要求 总统府提供相关文件之外 也希望府方不要误判蔡英文的立场 不过这么久没有公开碰面的两人 彼此互动也相当为妙 我这不见啊 电视上常看到 我也是电视上常看到 双英历史性会面 第一时间寒暄客客气气 前后任总统对话在台北宾馆进行 当了八年主人的马总统 会前特别请随护输输头 直到全国都在看 平常双语流利变才无碍的马总统 全证致词拿起稿 一字一句念出来 就拿起稿三种 相较于马总统 蔡英文相对有自信 一改平时发言务必看稿习惯 马总统讲了三分半 蔡英文就硬是多出两分钟 更表达对这次交接有态度 在这个长达四个月的过渡期里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交接的制度 让这一次或者是以后的交接 可以有一个制度性的 可以遵循 在立法院民进党 有关于总统交接法律化的讨论 我们支持任何在中华民国宪法 允许范围内进行交接条例的立法 民进党版推出的交接条例 有线缩现任总统职权疑虑 马总统拿出宪法 虽然公开致辞中出现小火花 但蔡英文定义这次碰面 有民主责任合作三成意义 那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其实就是显现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民主 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闭门会谈中谈及年金 外交能源政策 双方各表立场希望彼此协助 至于马总统 现任前念念不忘的南海争议 双方也微妙点到 在美中日放大关切下的敏感处置 主席也主动提到说 我们南海有很多的档案 那这些档案未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来 有这种来看的这个机会 那希望能够看到这些相关的档案 来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蔡主席强调不要误判 是因为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声音 是来自于这个民进党的一些立法委员 或者说是其他一些学者 那他是强调民进党的立场 要以党中央的说法为准 在马蔡碰头后 就是前后任隔魁张灵慧 新民意准备上台 真的能无缝交接 还是互打预防针 预留针变 吵架空间 越南TV科学商黄玉成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